经营区这线招待所现在已经歇业 早就传出会有警戒高层出入 还被称为三线三会馆 现在确定警大校长陈泽文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出席的除了林炳文 还有高利在业者传播妹和小弟 而他搜集情资的说法被警政署打脸 他之前说是来打听白狼的情资 但却被黄国昌痛批根本是在说谎 前理委黄国昌在脸书发文痛批 根本是在侮辱人民智商 要求连政署和监察院依法惩处依法纠谈 也提到陈泽文和黑道接触 却根本没有长官事前核准事后报告的任何资料 说的就是这张特定对象接触交往申请表 警察如果因公需要和黑道或身份敏感的人士接触 就得填写并上报给直属上司 如果是派出所远警由所长核准 侦查对刑警则是和队长报告 而时任警政委员的陈泽文 直属上司是时任警政署长陈国恩 警大校长是属于内政部跟警政署是平行单位 那我们会做一个调查以后 那报给部来做一个决定 虽然事后不见 但五年了从未受到申请 如果真的要陈处 依法还是得由警政署 阵风室和督察室调查 但由于警大校长职位和署长同等 最后结果得由内政部长来核定 现在内部调查完成 确定违规 到底要不要陈处 迟迟没下文 卡在哪 恐怕大家都有疑问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